中文字幕提供 提到灣仔可以說是非常熱鬧的一區 除了在傳統商業區之外 政府近年亦都大力發展灣仔海濱 在這裡興建不同的設施 而由5月開始 定期舉行的無人機和煙火表演 在灣仔都可以看得到 如果喜歡熱鬧和方便 住在灣仔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其實灣仔區一向的供應量都比較少 市場上賣有星街8號 和一家 但他們都是貨美單位供應量非常少 接下來兩三年 都會有三個項目會在灣仔區陸續推售 相信 但他們都限於單動式的選擇 普遍都不會超過100貨 而灣仔最近有一個新盤即將開賣 是位於活道1號的One With World項目 目前二屆現樓提供兩房和三房 無論上車還是換樓人士都適合 項目的地下將會設有商店和餐廳 住客一下樓便有食物 非常方便 過去30天 受限於一手的供應量有限 所以我們暫時未錄到一手的選擇 但在二手方面我們錄到48小時 當中最高成交單位是3,100萬 赤價是3萬4元左右 而整體的平均成交價 在灣仔區來說是2萬元左右 灣仔是一個新舊交融的地方 摩天大樓中間的大街小巷 仍然保留著很多的舊式建築 要說到區內其中一個標誌性的建築物 一定不少得前身為當好的和昌大雅 這棟樓高四層的堂樓屬於百年古跡 設有長廊式陽台 活發之後地下變成酒吧和餐廳 另外灣仔這區同時是集合了購物 娛樂和文化等一應俱全的地方 例如利東街這條200米長的步行街 兩邊設有餐廳、露天茶座、特色潮流品牌等商店 每逢中秋、聖誕、新年、大時大節 這裡都會掛上影節裝飾 吸引不少人來打卡拍照 其實灣仔區過往的租墓都非常活躍 除了受惠於香港人對區內的效果要求之外 我們都錄到灣仔區對上30天 是有約莫60宗的成交 租金回報大約3至4厘左右 近年還受到高財通和專財通計劃 令到區內的租盤的需求都有所增長 而灣仔海旁近年隨著匯展站的建成 附近一帶的建設也逐漸開放 當中包括哈巴超、海濱休憩站 擺放了各式各樣的裝置 好似硬盤、桌子和燈 方便市民在這裡休憩 灣仔海濱一面連接著炮台山東岸公園 而另一面連接著堅尼地城 碑爐爪灣海濱長浪 非常適合在這裡吹著海風散步 灣仔交通四通八達 區內有東鐵線和港島線兩條地鐵線 另外亦都有巴士、小巴和電車 前往港九新界都十分方便 灣仔無論日頭還是晚上 同樣多姿多彩 去到晚上 洛克道、盧厄道和謝菲道一帶的酒吧區 變得燈火輝煌 亦是下班後放鬆的好地方 最後和大家看看示範單位 為甚麼 顏色的聖鑼 速度 進行 路面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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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